上期节目我们有讲到我们古代的一个一夫多妻制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制也许会有很多男人所向往 但是也受到了很多女子的反对 因为女子还是多希望是一夫一妻制的 而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的男女 对于在婚姻的制度上出现了不同的一些观点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必然就会产生矛盾 那么就会产生各种弊端 上一期我们在聊一夫多妻制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会持有不同的意见 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一夫多妻制的必和力 像一夫多妻制的一些不利的地方 其实显而易见的 就比如说它不利于我们的家庭和谐 就女孩子内心来讲 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守着一个丈夫过日子的 就没有多少人是愿意说 自己和另外的女人一起来分享这个男人 因此当自己的丈夫把小妾一个一个娶回家的时候 是没有一个做妻子的会心里乐意的 而有一些妻子他同意自己的丈夫纳妾呢 大多都是因为一些外在的压力 所以当妻妾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污影下的话 那么矛盾和纠纷就会随时爆发 那么第二个不利呢 就是女子无法逐其信誉 我们中国古代认为 男子属火 女子属水 那么按照五行生克的原理的话呢 水生火 而火不能克水 因此啊 就性方面来讲啊 女子是男子的克星 在通常情况下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如果在性上面做比赛的话 那么男人一定是赢不过女人的 然而在应付多妻子当中 连一个女子都应付不来的男子 他需要去应付N个多个妻妾的时候 就显得非常的力不从心了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性能力很差的男子 但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力 把貌美如花的女子娶回家 但是呢 却又没有办法满足人家的正常的欲望 那么对于那些女人而言呢 无疑是非常的不人道的 但是因为有一夫多妻子的这种保护伞嘛 所以呢 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这个其实就是一夫多妻子的最大的诟病所在 那么第三个不利点呢 就是容易红性出墙 家丑外扬 这个可想而知啊 当众妻妾都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 那就很容易红性出墙了 那么这种事情多了的话 难免接放邻里会听到一些风吹草动 对于家族民生来讲呢 也是不利的 当然啊 讲了这么多 一夫多妻子的弊端 不过我们也不妨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一夫多妻子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我之前的视频呢 已经提到过一夫多妻子对我们中国古代性学的一些贡献 内容丰富啊 细致入微啊 是我们人类性学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那么除此之外 它还有什么好处呢 曾经有一位英国性学家认为啊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是单婚多恋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愿意有一次永久的婚姻 但是希望有很多段恋爱 虽然说一夫一妻子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但是实际上啊 真正秉承着一夫一妻子的男人却是极少数 因为他们在婚后会有大量的外遇 既然如此 那么一夫多妻子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另外啊 还有一些现代性学家认为啊 从我们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 一夫多妻制度呢 会有更强的合理性 目前呢 我们中国社会当中啊 一些有钱有权的人士呢 热衷于包阿奶 哎养情人 我们无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 一夫多妻制在现阶段的一种变相的表现 那么看到这个视频的你 觉得一夫多妻制好呢 还是一夫一妻制好呢 不妨来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看法 一起讨论一下吧 科学弹性 关注我吧